你好 走吧 柔儿 竹木 竹木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也是 你再不守畏惧 我就要生气了 所以早不让人家清酒 好了 别生气了 原来是四海帮的帮处救了你 他救了我 我也救了他 陛下答应让他归帅 说起来也是多亏了你 没有那副神来之笔的海图 陛下肯定不会给他机会 想当初 你为了救我 差点被他杀了 谁想到会有今天 原分这件事情 还真的谁都说过好 对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一定会开心 什么事啊 我见到影帝了 真的 在哪儿见到他 战场上 他现在改名了 叫西桃 已经做到对付了 家里人还一直为他担心 这下好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 暂时不可以吧 他现在可是陆云姐的亲兵啊 陆云姐 在陆云姐身边 岂不是很危险啊 放心吧 陆云姐不知道他是你弟弟 反而对他挺气愁的 说了半天 来 我们说点正经的吧 什么正经的 情话 又胡闹 我可不会说 不会啊 那我教你 盛初墨 你太硬气了 盛初墨是天地下最好的男子汉 盛初墨 我对你简直一日不见 入隔三秋啊 笑什么 快说 我 我不会说 这么说 我真的不会说 你知不知道 我当时掉下悬崖时 在想什么 我在想 若儿还没有对我说过情话呢 她真的喜欢我吗 她喜欢我什么 要是我死了 她会 好 我说 可是 崇墨 你 你真是太爱了 你真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教我吧 我教你 来 躺着 跟我说 盛初墨 你真的太引起了 盛初墨 你真是 太引起了 盛初墨 我想起 好 你好 我的天哪 我这秀太好了吧 我这辈子没看过这么好的秀皮 是 傅思枝 你真厉害 我太喜欢了 您 请坐吧 您 您请坐 是 傅思枝 是 之前是新男不好 新男给您赔礼道歉了 对不起 公主 万万不可 这上下尊备的 是 上下尊备有别 我知道 掌羞如妇 掌嫂如母 您是储令未来的大嫂 自然也是我未来的大嫂 我那样说是不对 您多担待点 储令她 都和你说了 说了 说了 她教训过我了 大嫂 你为人正把功率谁不知道 是我没见识 我太糊涂了 你 也是握得起了吧 怎么会 那你不会反对我 跟储令在一起吧 这件事 怎么能轮得到我 那就是赞成了 这 这个黑子下这儿的话 那大龙怎么办 谁敢怎么下啊 陈吉 你怎么又来了 傅子制 太子看我腿还没好 叫我来东宫待几天 方便太医给我瞧瞧 好 顺便陪她下下棋 对了 我在洛叶巷 有一处新宅子 你方便过来玩啊 你还是早点离开东宫吧 你也觉得 我不配和太子做朋友啊 不是 说句实话 你不要生气 太子他不是一般人 你和他做朋友 对他不好 对你也不好 我也知道这样不妥 但是我跟太子 又真的很投缘 算了 待会儿就告辞 以后 再也不来东宫了 你能这么想 那就再好不过了 嗯 陈吉 什么事情 太子殿下 赴司制也在啊 下官还要救宋绣品 先行告退 你昨晚可还欠我一盘呢 来 你去哪儿